這件事情是勢必要做 跟他對峙而是說 他把他當時的困境 所有的一切都表現出來 然後讓他去 有一點強迫他去 所以我也是度過了很多睡不著的夜晚 我這個做法當然很恐怖 可是 我要講的是 那死去的人的人權怎麼辦 你懂意思嗎 老農的我很難去 他就超冤 可是寶寶那一整晚被罷了 他自己有沒有要負擔一些責任 然後 怎麼樣陷於這樣子的狀況 我覺得 我想去探討這一塊 今天10月19號 星期六 本劇組15個人 我 南俊成代替大家 向土地公表示 我們在這邊拍攝希望你保佑我們平安順利 那今天能順利把它拍完 祈求大家平安健康 謝謝 那道德尺度的部分 那道德尺度的部分的話 你知道謝志宏 他自力測出來是79分 那我在這個片子裡面 不要披露這一塊 我自己覺得我一定要假 不然我怎麼跟人家解釋 他一整晚都沒反應 然後跟人家在那邊 看一個男孩子霸凌一個女孩子 他沒辦法反應 因為他就是一個致硬 智商程度是比較低落的人 可是你覺得這個東西 有必要由你來讓觀眾知道嗎 但是你不讓人家知道 或人家怎麼判斷說 他確實會可能陷入這個狀況裡面 而且這也是 整個法院工房站裡面的重點 你聽得懂我的意思 那這一趴如果有成功的話 我當然就成功了 這一趴不成功的話 那就是我就是跟一般導演一樣 我一切想法我都弄了啦 想什麼 媽啊我比你想的都要陰險的做法 手法我都弄了啦 他不來我沒辦法 他不來我沒辦法 我覺得喔 有一句名言還真的是蠻有用的 時間可以證明一切 真的 可是那個時間是長是短就不知道 我花了二十年 他這次都沒有人要財心 花了二十年 才再次證明說 我當時候所有的確實是正確的 你看一個真相要花二十年 快 他 Jord生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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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